小雅看着自己的尸体震惊不已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能复活两次 而且体内怀胎十年的婴儿也没有任何异常 完全就是复制了生前的一切 汤姆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 就把自己的初恋女友接回家中 而她的妻子本打算和汤姆离婚 可是看到了小雅的产检报告 却又忍不出哽咽 因为她自己不能生育 所以打起了她肚子里婴儿的主意 可是她根本不知道 小雅肚子里的婴儿是有多么的恐怖 回到家后 她和小雅交流育儿经验 情绪不好时还会出言安慰 汤姆看着眼前的两人和睦相处 心中深感欣慰 而另一边的警长却非常头疼 自己的妻子也复活归来 可是因为生前经常和隔壁老王打牌 所以复活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她离婚 即使她苦苦挽留 可是妻子趋一已决 当然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小镇的河里发现六具骸骨 经过女儿小翠鉴定 骸骨同属三个人 这荒诞的结论只有复活者能实现 也就是说 小镇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复活者归来 而如今的复活者中流传着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起初会让复活者咳嗽不已 然后就是面色铁青无法呼吸 直至最后变得灰飞烟灭 看着失而复得的亲人再次消失 小镇上的居民们都非常恐慌 可唯独警察二柱除外 因为他有个宅男哥哥 这天他下班回家 哥哥像往常一样等待着他的伺候 稍有不满意 就会把几十年前的小事翻出来嘲讽他 更过分的是 还会让他把地上的食物捡起来吃掉 二柱本来是个有血气的男人 可是摊上这么一个哥哥又有什么办法 只能跪在地上照做 可是哥哥继续不依不饶 依旧是极尽所能的嘲讽 结果换完了 他拖着肥胖的尸体来到地下室 将其丢进早已准备好的深坑中 掩埋过后 却依旧有些担心 果然该来的还是会来 二柱只能继续忍受着哥哥的欺凌 看他这无可奈何的样子 很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杀自己的哥哥 如今哥哥也被传染上了这种神秘病名 他的咳嗦声越来越激烈 二柱的脸上竟显悲伤难过 可以转过墙角 心中的喜悦就再也隐藏不住了 这种神秘病毒传播得越来越火 就连一身谜团的小雅也被感染了 可经过医院的检查发现 虽然小雅不幸感染 但是肚子里的胎儿却没有任何异常 也就是说 他肚子里孕育了十年的小生命 对这种病毒有天生的免疫力 医院想抽取点阳水盐之疫苗 小雅欣然同意 可这一举动却惹得汤姆妻子的不满 她自己无法生育 所以十分看重小雅肚子里的孩子 Rachel's going to have an amniome An amniome Is that necessary? You know there are risks I know Yeah, Maggie explained it 另一边 红为复活者的小男孩感应到了自己的奶奶 她依旧是那个天真浪漫的小男孩 可她的奶奶却是满身谜团 What happened to you? I died But then I came back Just like you, Grandma 奶奶才和她不一样呢 她这次复活归来是带着任务的 当奶奶还是花季少女时 小镇里出现了一批恶魔 所谓的恶魔就是最早一批的复活者 居民对他们的出现恐惧至极 但无论是火烧还是火买 他们都无法阻止这些亡者再次归来 后来有人钻研出一种方法 可以让这些复活者彻底消失 而奶奶就得到了这种传承 如今虽然复活后的生活称心如意 可是有一个人令奶奶十分厌恶 那就是警长的前妻 她生前就和隔壁老王胡搞 自己的儿子等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等到妻子复活 可她复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婚 然后继续和隔壁老王打牌 现在她痛定思痛 想要和警长踏踏实实过日子 虽然警长也不计前嫌地接纳了她 可是老太太却是满心地不愿意 不仅因为这个女人背叛过自己的儿子 更是因为自己的孙子也是因就这个女人而死 于是便把她单独叫走 俩人坐在长椅上聊了好一会 当镜头再次闪过 这个女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长在家里挖出了大量尸骨 她很快就意识到这是自己母亲的 同时也非常肯定 母亲一定知道复活者的秘密 可当她和母亲当面对峙的时候 母亲却会莫如深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医院通过小雅的养水 成功提取出了神秘病毒的抗体 所有复活者都得救了 但是警察二主却高兴不起来 她认为这些复活者就是上天派下来的恶魔 就像自己哥哥那样 于是联系一帮同道中人对复活者展开了攻击 对复活者进攻也就算了 可他们还威逼复活者的家人 警察大黑赶紧在教堂搭建了临时庇护所 牧师汤姆本应该在这时帮忙打理教堂 却偏偏接到了小雅的电话 小雅说自己被汤姆的妻子软禁 面对怀孕的初恋女友 她无法置若罔人 可当她着急忙慌地出门时 就被二主开车撞死了 这个可怜的男人 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 就以命归皇权 警长赶到后 二主仍不认为自己有罪 反倒是认为是复活者误导了他的杀人对象 为自己辩解完 还不忘诋毁所有的复活者 小男孩的父亲再也忍不住了 冲上去就是一顿友好的问候 小男孩看着父亲被按在地上抱走 心中万分痛苦 也许自己没有复活 此时的父亲也不会挥舞年迈的拳头吧 于是他将心事说给奶奶听 奶奶没有过多言语 只是领着孙子离开了人群 等男孩妈妈回过神来时 小男孩已经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他差点急死 因为他也听说过奶奶有让复活者消失的能力 晚上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男孩父亲和警长弟弟在雨里奔忙了一夜 却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终于 他们在天亮时找到了郊外的一个草棚 祖孙俩就在其中 兄弟俩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母亲 警长更是忘不了 就是这个复活归来的母亲 让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母亲失望至极 你真是想我会伤害自己的父亲吗 你认为我是有种猪猪 我 我一直在想到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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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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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意识到 它不是我 奶奶意识到 家里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无奈之下 决定去复活者管理中心赞助 而没过多久 小镇里又出现一个神秘人物 空旷的原野上 这个男人正在虔诚地祈祷 突然一道闪电劈下 那人中击倒地 不过他并没有被雷劈死 甚至都没有受伤 只是在背上留下了一幅古术图腾